这里是日本北海道,小尊。 这里能带你进入到《严谨军二镜头》里的情书, 也能带你穿越回百年前雪都内的琉璃故乡。 1922年,也就是一百年前的今天, 设计师祖力忠雄在这里建造了这所合光庄。 合光庄建造在朝建台的高台上, 这是座风水宝地, 在半山腰间,可以眺望到远处的山鱼海。 我叫野口玲二镜头。 我建造了这个和光庄, 1922年,我建造了这个和光庄的小伙子。 我建造了这个和光庄的小伙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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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22年,小伙子陛下, 我建造了这个和光庄的小伙子。 我建造了这个和光庄的小伙子。 一般的小伙子, 我建造很明显倒是广奥在高尾 time。 我建造了这个和光庄的小伙子。 我建造一个户是自立的小伙子。 我建造的小伙子。 那是他們的小伙子。 半个世纪前 何光庄成为了企业的俱乐部 接待皇族等重要客人 近年来 作为北海道议员 当地才界精英的会所 在成为国家文化才之后 变成了现在的博物馆 何光庄由三个部分组成 坟馆 野馆 佛堂 西丹 宇宙 50帖位大きな 仏間 佛山 前に行く階段が 斜面 階段が全て斜め 窓も斜面に上がる、落ち着く 非常に珍しい 造りをしております 在建造之初 设计师祖力钟雄参考了主任二代木 野口喜一郎先生的设计草稿 采用了并不破坏自然地形的设计 通过全国各地顶级设计师的参与 和从京都召集修建神社寺庙的工大工等 历时七年才完工 通过西式与日式的完美结合 穿越百年的浪漫与古雅 是何光庄成为了写给旅人的一封信